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旅行分享节目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中国的黄山市 一个拥有壮丽自然景观和丰富人文历史的迷人城市 黄山市以其天赐的山水而闻名 最著名的莫过于黄山 黄山是一座神奇的山脉 以其松、怪石、云海和温泉而这称 曾多次入选为中国最美山脉之一 爬上黄山,沿着蜿蜒的步道 您将会发现风景如画的景点 如银客松、光明顶和西海大峡谷 每年都有无数游客前来攀登 欣赏那无与伦比的日出和日落景观 令人陶醉 除了黄山本身 黄山市还有其他值得意游的景点 例如,红村和西地市两个典型的辉州古村落 他们以古老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特色吸引了许多游客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用黑瓦白墙构建的古老民居 感受到辉州文化的韵味 此外,品尝当地的美食如灰菜 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您在旅行中享受味蕾的盛宴 黄山市的历史也同样丰富 作为辉州的重要部分 黄山市是中国古代商贸重镇 曾经是辉商的发源地 辉商以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创新的经营方式闻名于世 他们的影响力延伸至全国各地 您可以在一些博物馆中了解到辉商的历史 亦可以欣赏到精美的辉州文化艺术 如书法、绘画和传统音乐 最后,黄山的四季美景各有千秋 冬天的雪景、春天的花海 夏天的绿野和秋天的红叶 每个季节都让人流连忘返 无论您选择哪个时节来放 都能发现黄山独特的魅力 因此,如果您计划前往中国旅行 不妨把黄山市列为您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享受自然和文化交融的美妙体验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希望这些信息能激发您对黄山市的兴趣 期待在未来的旅行中与您分享更多美好的地方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